R thirty-five �真的很幸運 哈囉大家好 os 林彥駿 今天呢 八姐叫我過來代翻MC 沒有酬勞的那種MC 但沒關係 我還是很開心的接受這個任務 我們不免輸的要來開包 那在开包之前呢 我们要先有请两位神秘嘉宾 神秘吗? surprise 不好意思 我们节目时长有限 可以赶快录作 赶快坐下 大概三秒 对三秒就够了 好 今天呢 我们的开包跟平常不太一样 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 就我们待会先剪刀十二步 赢的人呢 就可以先拿出一样 他包包里面的东西 那如果他拿出这个东西呢 其他两个人拿不出同类型的 好 那这个人就赢了 他就可以继续的拿下一个东西 谁先把东西拿完 谁就获胜 获胜的人 怎样 他可以给另外两个人惩罚 惩罚由获胜的人定 所以我跟你讲哦 我卸妆油已经准备好了 卸妆油吗 又来又卸 哈哈哈哈 卸几次啊 对我们苏联更装 装先装后没差 然后那 这样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咯 剪刀十二步 剪刀十二步 不 哇厉害了 其实我的包包看起来好像有点 有一点点感觉好像体积蛮大的 但其实呢 没有装多少东西 对 男人拿这种包比较man 男人没有在 嘘 你不要吵我 这太小了 小什么 男生不能太小 拿去追小 武藏巨全 最近因为行程满满 你知道吗 所以 我们有一句名言叫做保密要紧 我其实这个人哦 其实不 不太相信这种东西 但是就是 后来因为粉丝送了 真的对体力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 很天心 前一阵子 一直在跟我的肝聊天 但他没有回复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临时症 他是去哪里了吗 因为熬夜了 熬夜了他可能就 不在了这样 我后面吃了护肝片以后 发现他回来了 这样我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很有用吗 对 然后这个是 对 也是 保养品 对 反正就是 保护身体 对 我觉得现在 现代人的社会压力这么大 那锻炼身体之余 还要再吃一些这种保健的食品 会比较好 那我的东西已经介绍了 请问一下 保健品你们两个有吗 保健品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就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项东西 所以你有 我肯定有 那你要讲那么长 是吗 怎么样 我就要铺垫一下 你管我是吧 OK OK 好 怎么我就要铺垫一下 首先就是我最爱的芝麻糊算保健品吗 芝麻糊 哎 你算了 算是吧 算了 那最爱的芝麻糊 可是夏天到了大家可以 芝麻糊有点上火 也可以来一点菊花茶 哈哈哈哈 太多了 对 你在准备多久啊 你这个剧本写了多久 有没有三个月 如果他跟我支付呢 觉得啊 好凄凉了 连环胖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 到了晚上 喝多水喝多了 脸会点肿肿的怎么办 就吃艺人丸 有消肿的 对 哎呀 但是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后面消水肿之余呢 最近是不是都没在练习 身体感觉被偷空啊 有有些新的东西 嗯 哈哈哈哈 我来偷一偷 可以 就是要这种 擅存就是什么都有 对 还有最后一项呢 就是跟这个有点状态 可是吃完了啊 就是 吃完了你放进去干嘛 哈哈哈哈 有备而来啊 我跟你说 这种不能输的 保健品上面我不能输 对 哈哈 哦 一样东西 所以这是你的保健品 对 那我要说一下我的保健品 平时呢 我不是一直唱歌嘛 然后嘴巴就有点停不下来 其实又 我知道你嘴巴停不下来 练完歌的时候不是吃了 就是说话 有的时候嗓子会哑 炸鸡腿啊 然后我就会很喜欢 哈哈哈哈 鸡排是吗 放进去 这个蛮难控制的 乱结化 这个是黑粉吧 哎你们到时候 他一起来的黑粉 就可以了 点个声音 就是就是 就是我会准备一些 龙脚伞 然后就是 要 以背 不时之需 对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吃一下 然后还有 之前我在节目里面有说过 我会带这个 东冲夏朝的药丸跟这个 这个是什么 生片 生片 这个呢 这个很厉害哦 这个就是从那个 中医吗 没有 这个是去年我 还没进去 我的公司的时候 我妈就给我 到现在我还没开过 我们听一下这声音 不要开他了啦 你也不会吃的 那你要跟妈妈道歉 因为妈妈买杯 没有我跟你说 我就妈妈给我东西 我不舍得用掉 笑话 笑话 然后今天早上 他们说要开包的时候 我就 不知道带什么 然后我就说 哎 那我可以带一下 这个来给他们看一下 哦 就给妈妈妈 我带一下 虾仁了 哦 哈哈哈 哎 好 见鬼了 保养品大家都带了 嗯 我小看你们 OK好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边 我第二个就让你们 没有 哼 话不要说那么买 傻傻的 来 各位观众 妈妈求的护身符 哎 这个不能见光不能见光 妈妈求的护身符 佛经 哈哈哈哈 我到底是 碰到什么人啊 这个也算了 那我这个算 他有 算了 算一个体系的 而且我还有呢 就是佛珠 包包里的 身体带的不算 没有 竟然有佛珠 哈哈 傻眼 他傻眼 我输了 我赢了 好你赢了 那我先舞蹈眼镜 因为这三副有不同的意义 所以我就要把他拿出来 塞很多个 来介绍一下 因为这一副是我的粉丝 在机场送给我的 很时髦 全新的哦 就是全新的 你都没戴过 你为什么要帮 怎么啦 哈哈哈哈 怎么要粉丝送给我的 东西 他不是要带那种学生 都会用到的吗 需要珍惜 就走很前面 立刻就巴刹本人 对不对 后面还有一副 这副就是我的近视眼镜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近视六百多 所以大家都很执着 我要去配眼镜 我终于配眼镜了 是 好感人 妈妈爱你 救救孩子吧 对 这是我的近视眼镜 戴一下 对 我也是隐形眼镜的部分 隐形眼镜我也有 因为我平时就是 什么东西你没有啊 会带很多隐形眼镜在身边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随处都要掏到 我要我要养大象在包里 我看到现在 我掏出大象了 你有没有 隐形眼镜的话 我还是蛮多研究的 毕竟就是 闯到江湖那么多年 是吧 就在美童上面 有下足功夫 而且美童 最近我觉得推荐大家带浴袍 浴袍的话又干净和卫生 而且美童不能天天戴哟 我 后面这个就是踪到风 就是带到眼睛里面 就是踪到感觉自己就是 波斯猫顶着他的脚尖 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 对 什么鬼 我跟我的决心要戴哪一块 好精彩的介绍 哇 好 前面 就是陆天豪提到了 就是要戴日炮 所以呢 我本人就非常喜欢戴日炮的眼镜眼镜 然后我是个 眼睛会比较容易干涩人 所以我就带一盒 然后以背不死之躯 每天就可能20分钟就再一下丢 就换这样 这是在哪里买的 这个是在LA买的 然后这个也是我在LA的时候买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 就还蛮喜欢的 你自己买的吗 自己买的 这个在LA比较发现 我要戴护肤品 他没有领我 哦真的假的 我说自己买的 他回我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 你推荐我的我觉得很好用 哈哈哈哈 所以他买了自己用 他必买自己的 因为我说让他帮我戴 没有帮我戴 但没有回过我 但你知道厉害的是什么吗 他把那个也推荐给我 所以我也买了 但我也没买 哈哈哈哈 好啊你们就这样子啊 而且说实话 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帮我戴 我自己也感到疯了 哈哈哈哈 不是啊 可以抗 抗水润 那我下一个东西了 一个随身带佛金的美妆博主啊各位 哈哈哈 多么修身养性啊 而且善良 哈哈哈 善良 哈哈哈 是个善良小男孩 说到善良 我就要拿出我这个小本本 哈哈哈 你连善良这种梗都惹过吗 没有 大家会觉得我很善良 可是这小本本就是会 写一些就是 有长进没有帮我带 护肤品 就写在这上面 哎我有本了 厉害了 哈哈哈 我有护照本 你在讲冷笑话吗 没有 他还是一种书啊 就护照本这种 就不要拿出来 因为这是 而且他刻意找下来的时候 我要带好我的护照本 啊是吗 对 好 还刻意要带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平常以前会写一些东西 但我后来发现 我就是那些本子会常常弄丢 所以我就直接 拿笔在书上写一些 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 说到这边 摘入一些小小意识的 因为你们一直都觉得 我不是一个看书的人 可是我最近开始看书的 哎呦是吗 对 就是每天晚上就是 躺在床上就可以自己加点戏 是吗 为什么躺在晚上 加戏要选着看书 就一定要把所有灯关掉 开一个小台灯 我就一个就感觉 哇 我好优雅 我也太优雅 我好文青啊我 自己开始看书 了解了解了解 好 那我又赢了 那我真的我要赢到最后了 我觉得 我跟你说 话不要说那么 是吧 那我拿出下一样东西 来 就是我经常每天 就是隔三差五都要使用的面膜 我早上去用了一个面膜 哇 美妆达人了 我现在可以去车上拿吗 你那么拼吗 不能输啊 我跟你讲 出来混 没有在省油灯的好不好 那你别睡 各位 我今天藏了一个大的 大的什么 大 多大 有多大 这么大 各位观众 我听说 你随身会带这种东西吗 我跟你讲 沐浴录各位观众 偶累的沐浴录 我翻一版 因为 我是一个对洗澡 非常有研究的人 好像大家都知道了 对 因为我在见面会也有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非常热衷于洗澡这件事 所以我对沐浴录是非常有研究的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是 他在那个 见面会上会说 好像就是你 只是 四十分钟 对对对 是五十 没有 我跟你说 有一次两个小时在厕所里面 不知道在干嘛 我才以为他混过去了 就是沐浴录某一身上 你就会觉得 哇 就是你知道 毕竟我们现在这么高压的这种 现代社会 突然之间很舒服 对 你能够减压的方式 就只有 在我 回到这个香肠的味道 对 就是 洗澡 那这款它更厉害的是 它是 零 造机配方 可以保护皮肤 因为 如果你洗太多次 不是常常大人都会说 你洗太多次 你皮就洗掉了 而且 这款是小音客款 对 就是 它这个是有小音包装的 你这个 你这个 也有RA过吗 啊我没有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连这个都知道 这就小 翁雷的这个 小音魔法牌 因为最近 小音也开始 重新播出 所以就是 有这个小音的魔法牌 还有那个礼盒 很漂亮 哎这样我会觉得 我是局外人哦 你们两个死一下是 它上面还写着 遇到考试病 你要RAGO吗 怕不怕 有小音过 你逢考必过 所以我就可以拿这个去烤毛盖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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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的天啊 我还 boss啊 这是boss几年啊 哎好 那接下来就换我了 好的 你赢了吗 他赢了 他拿出一个这个 跟我硬嘎 我先跟他讲 我先跟他讲我拿什么好了 对 我在我的包包里会随时放一颗 好 就是这个小面包 他在我眼中 我已经现在不吃他了 为什么呢 他已经在我列表中 已经从食物 转化成了幸运物 因为为什么 就是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小故事 就是在 我像练一生 总决赛的时候 我马上就要上台去表演 然后其实 很紧张当时 节目组的有一个 很可爱的就是姐姐 那姐姐看出来 然后他给了个小面包 他说 你把它吃掉 然后我说 蛤我不饿 我不想吃 但是呢 他就说 不要管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 幸运 吃下去 然后会带你 给你带来好运 那样 所以我就把它吃下去 后来我就出道 对 然后也 也觉得 一切命运 都是这么的奇妙 这个东西你们如果 还能拿出来 好不好 完好 是不是我赢了 你有吗 就是淀粉类 那我可以重新拿吗 这个也很失误 粉饼是淀粉 哈哈哈 好像 哎 听起来好像差不多 是吧 也是有粉 你好像 OK 我可以吃一个不能吃 对 啊 那我有个粉饼 哈哈哈 粉类吗 我可以现场抠吗 哈哈哈 我没有粉 毛孔里面献来 没有粉 没有 没有 那我又赢了 哦 你又赢了 那我最后一样帽子 最后一样 你最后一样吗 对啊 我最后一样 为什么包包里面 带帽子 会变形 他不会变形 他知谁就是个帐篷 哈哈哈 哈哈哈 知谁就是一片天 我没想到是你赢了 就最后正好就是 哎为什么你会赢了 就很遮阳 就又优雅又遮阳 哈哈哈 你的包里不会带什么耳机之类的 你的包里有宇宙 啊 你的包里还有什么没有啊 你会不会掏车什么之类的 就是 有落的别墅放在里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装满多的 掉之后要帽子 没有 没有 那我结束了 哇 赢了耶 失业入地号了 哇 三个月来的彩排不是白白 这是要什么 这是要越努力越幸运 真的 幸运 那所以 那我就赢吗 惩罚 幸运 现在有惩罚可以 对我们 你可以选一个人 对 现在你们两句要接受惩罚 不要逃避现实 是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好朋友对吧 哈哈哈 就我觉得今天也是 就是 让粉丝开心吗 那现在我就为大家 某个福利就是 在这么多东西里面 选一样送给粉丝 我现在因为拿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送出去 就是没有那么 体面 然后我想说就是 可不可以就是 后期 然后我自己再找一个东西送 那就 可是我我不会 我送出去 肯定是会有体 比较 好一点 对 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因为小游一直都是一个 对粉丝很好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 送出来的东西应该就是 所以会为粉丝着想 嗯 所以就是放过你嘛 你不会送小面包吧 其实小面包我觉得 现在有舞蹈不放 我觉得大家都就是 比较容易得到 所以我就送一个 可能大家比较难得到的 就是他 那我送就是一整组吧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 对 这个沐浴露送给大家 算是一点小小心意 那希望大家 在紧张的工作或学习之余呢 回去可以舒舒服的洗个澡 好的 那今天这个开包季 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次的 节目内容 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两位神秘嘉宾的 辛苦的付出哦 所以我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对 想知道我们 接下来的情况的话 请持续的follow我们 那在这边跟大家一直说个 拜拜 拜拜 小只小只 对小只 我是最小只的小小鸟 很不ok好难受好憋 哦 还这样吧 哈哈哈哈 打胶快打胶撒撒撒撒撒撒撒 快我在拍呢 这样吗 哎你很病 哈哈哈哈 既然都拍完了 那就全部 说哈了 全部都给你们 希望你们会喜欢 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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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也选了三张照片给你们 因为这三张我觉得就是复古style 后面有 你要签名了没 我要签名了 后面这个是就是在 在那个 在泰国 在船上的那种感觉 吹风的感觉 好的 那今天的 巴沙 开包之 banana 就在这边跟大家say goodbye 拜拜